好 谢谢正威 持续来关心在花东这边传出一起意外 主要因为这边呢 这两天大雨不断造成溪水暴涨 在花莲县玉里这边有位男子他去钓鱼 结果就受困在沙洲 消防局获报之后紧急前往救援 不过因为这溪水太过湍急了 最后消防人员是利用绳索横渡溪水将受困的这位民众救出 手插着腰穿着黄色雨鞋的这名男子被困在河水湍急的沙洲之中 进退不得 只能站在原地等待救援 救难人员穿着救生衣徒步过河 想要利用绳索搭起检疫的救生设施 画面看了令人触目惊心 救难人员随时都有被冲走的危险 因为花莲连日来的大雨加上适逢涨潮 溪水暴涨 受困的这名男子因为在高辽潮下钓鱼 结果却不幸受困 所幸救难人员顺利抵达沙洲 帮他穿上救生衣 一前一后的方式 护送他回到平安的堤防上 你在那边受惯多久 他才能把他放在那里 就来一个钟头一下 一个钟头一下 送他去那边抓紧 最后还好有惊无险 警方也特别呼吁 最近梅雨季节 雨势不断 民众最好不要进入山区跟膝床 以免发生危险 给大家进入山区